全球現場高齡79歲的美國總統拜登 這一回在度假的時候 不小心騎腳踏車跌倒了 更多時間我們請真榮來告訴我們 好 大家早安 全都現場時間 我持續帶你來關注 高齡已經79歲的美國總統拜登 真的令大家非常擔心他的健康狀況 因為他18號在德拉瓦州這邊騎腳踏車的時候 不小心摔倒在地 也引發了現場一陣的騷動 特勤人員趕快是把他圍上去 隔開民眾 因為怕有些民眾 可能想要趁機的接近他 這場面真的是非常的混亂 一起來看 好 畫面上可以看到 當時拜登是騎腳踏車 他準備要減速 疑似就是因為被腳踏車的踏板卡到 重心不穩摔倒在地 現場的記者跟民眾全都是驚呼連連 隨後隨後趕快把他扶起來 拜登馬上站起來之後就說 自己是很OK 沒事的 隨後也跟他等待在旁邊的民眾 來閒話家常 然後呢就騎車離開了 而現在根據外媒報導說 拜登他的傷勢其實沒有大礙 而且呢也沒有比較嚴重的擦傷 騎車的姿勢也是蠻正常的 而持續來看到的是美中關係緊張呢 外媒現在就報導說 美國官員正在籌備拜登跟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夏天會通話 預計最快7月的時候 兩個人將會通上電話 而拜登呢他也再度證實說 很快就會跟習近平來通話 並表示自己考慮解除 對大陸的關稅 請倒閘 前面這聲音 我心裡準備好了 準備簽名 然後我準備好了 好 大家 再見 這個主任瓦倫斯基 也批准了這項決議 也就是說呢 容許美國政府展開 為5歲以下 6個月以上的嬰幼兒 來施打新冠疫苗 而至於這些嬰幼兒 他們會施打的疫苗種類 跟品牌則是輝瑞 跟莫德納 那麼輝瑞的嬰幼兒疫苗 是成人劑量的十分之一 而前兩劑的施打時間 間隔會三週 另外莫德納施打的話 他的疫苗是成人劑量的四分之一 間隔大約是四週的時間 會施打第二劑 而只需要來關注的是 俄烏交戰至今已經是116天了 東部的頓巴斯地區 烏軍在這邊是連日陷入苦戰 當然同樣的 在烏南狀況也是不太穩定的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表示說 他將南下前往尼古拉耶夫州 來視察 這是開戰以來首度 這個澤倫斯基他親訪烏南的 這個尼古拉耶夫來視察 當地呢 其實在17號的時候 才遭遇到俄軍的空襲 也造成兩個人死亡 20個人受傷 烏克蘭總統府表示 澤倫斯基特別很關注在海陸 兩個地方受到的威脅 他表示說不會為了戰勝而停下腳步 而且是同步來關心的是 英國首相強森17號的時候 也突然訪問了基輔 這也是他開戰以來的第二次造訪了 他也跟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來會面 他將會啟動一項大型的軍事訓練計畫 也就是說每120天的時候就可以培訓 高達1萬名的烏克蘭戰士 不過他現在也警告說 戰士陷入拖延 那麼全球恐怕都會陷入烏克蘭疲乏的狀況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o go to Ukraine at a particularly critical time the worry that we have is that a bit of Ukraine fatigue is starting to set in around the world but when you got to understand the Ukrainians are suffering terribly in the east of their country Putin is continuing to commit appalling atrocities When Ukraine fatigue is setting in very important to show that we're with them for the long haul 西方国家都在持续的声援乌克兰 那么欧盟执委会17号也提议了 乌克兰成为欧盟的候选国 当时俄罗斯总统普丁就表示 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 他也说这是乌克兰的主权决定 但是话才刚刚说完 这个马克宏 法国的总统马克宏跟意大利的总理 也都正式表态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之后 俄罗斯的天然气公司 现在突然有所动作了 也是减少对两国的供气量 当然了可能会引发的是 另外一波的能源危机 而其实呢两国交战至今 现在普丁的身体状况 大家也是非常好奇的 很多人都说他可能身体状况不太好 还说他得癌症 那么呢普丁17号他演说的时候 也引用了马克吐温的名言 回应说表示这些谣言是被夸大了 另外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也以视讯的方式出席 用言语来跟这个普丁 展现他们的好交情 手脚诡异抖动脸部浮肿 自俄乌战争开大以来 西方媒体频频报道 现年69岁的普丁 可能罹患癌症或帕金森士症 寿命只剩下三年等等 对此普丁终于亲自回应 引用马克吐温明言 以笑置之 但对于西方制裁 可就让普丁非常火大 普丁火力全开表示 美国在冷战后打造的 单级世界时代已经告终 中国大陆明显在创造新的 世界发展中心 大陆国家主席也应邀视讯出席 展现与普丁好交情 但其实他和普丁不久前才通过电话 强调双方将继续密切战略协作 俄乌战士目前聚焦顿巴斯地区保卫战 乌克兰官员指出 目前乌军已经损失超过一半的重型武器 包括400辆战车在内 再次呼吁西方军援 陆军司令部后勤指挥官更指出 除了火炮战车 乌克兰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防空系统 以及多管火箭系统 记者蔡新城报导 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有优惠我们中天的网友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现在有三种不同的好康组合 购买的时候不要忘记 我们有非常多的折扣代码 可以给大家来输入 可以享有一些优惠好康